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修大德 大家尚无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法葬 例行性的三天的道德讲堂 学习分享 今天是第一天 我们还是接着上一次 学习的秦书制药 我们接着来学习 这个秦书制药 是唐朝唐太宗 下令 请大臣魏征 主持 收集 编辑 而成的 唐朝以前 三皇五帝 一直到唐水朝 历朝历代的 这些圣王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这些圣贤 教学的这些 经验 都把它揭露出来 就是 读这个 圣贤书 因为唐太宗 李世民 他接了他父亲 他接了他父亲李燕的 这个房地的位置 他十六岁啊 就随从父亲 去打仗 那么 打了 十几年 到了 天下太平平定之后 轮到他登基当房地 他是二十七岁 二十七岁 当了房地 那么李世民 他这个人 也 很有智慧 因为呢 从年轻啊 就跟着父亲 到处打仗 实在讲 没有时间 读书了 国家挣钱 得到了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事情 怎么去管理 怎么去治理 那自己 读的书 又很少 那自己 又很少 那怎么治理国家 那 政权啊 政权啊 是争取到了 那是用武力啊 争取 那我们现在呢 台湾的民族啊 用选取啊 选了 选上了 那后面的问题来了 那后面的问题来了 你 你怎么去治理 才能治理得好 那选上了啦 那事情就 就到自己身上了 自己要负这个 就是 只认了 不是选上了就没事 选上了啊 就有沉重的压力了 你怎么治啊 那么啊 唐太宗在历史上啊 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皇帝当上了啊 也是真啊 啊 不但跟外面争啊 连自己兄弟都争了 把哥哥弟弟都杀了 争到了 所以他还是 很有聪明智慧 知道自己啊 没有读书 没办法去刺敌这个国家 没有办法刺敌啊 那是国家很快的 那我们现在讲啊 政 政权就轮替了 救人又出来把你推翻了 所以关键啊 在治理 因此啊 他就想到啊 那我们的老祖宗 从 从三皇五帝一直到 这个水草啊 历草历代 这些 祖先 圣贤啊 他们 怎么治理国家 把这些资料啊 都收集出来 揭露出来 那么在这个里面去挑 那当然这个 有一群人啊 在做这个工作 都是有道德 有学问的人 那不是我们一般人 那现在那个 这个历史啊 二十五史啊 这个史书拿给我们挑啊 我们也不会挑 看都看不懂啊 怎么挑啊 所以当时都是 大学问的人 那由魏征来主持 这个工作 所以编成一部情书次要 那么有好几册啊 他的 虽然是截录啦 对我们现代人看啊 哎呀还是 分量啊相当的大 那么这个书 早年就失传了 到宋朝以后就失传 一直到清朝嘉庆啊 这个 日本啊 来庆祝这个 嘉庆金登基啊 当做礼物送礼 所以到清朝啊 再从日本 送回到中国 当时啊 也不是很流行 一直流传到民国 这部书 外面啊 也很少人在看 到了民国成立啊 这个传统文化呢 漸漸就丢掉了 都是向外国人学习的 不向自己老鼠中学习 那 因此这个书 从日本再传回来 很少人去读 甚至啊 我们都没听说过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很慈悲 他知道有这部书 他知道有这部书 一直在找 后来啊 果然有感令 就有人送来了 他就赶快把它印出来 印出来看呢 分量还是很大 那现代人啊 没有耐心 一方面啊 文连文又看不懂 所以在马来西亚汉学院啊 就请一些老师啊 再把它截录 从这个里面啊 再截录一本小册子啊 薄薄的 叫秦苏之耀360 那 截录啊 三百六十条 现在呢好像有 第三册 第四册啦 都是三六零 那三六零的意思就是 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协调啊 一天最少要协调 那么这个里面讲的内容啊 都是我们现在 现实生活上啊 面对的问题 不但啊 政治人物要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 所以 论理里面讲啊 天道敏实 地道敏素 人道敏正 天道啊 这个天 事实啊 不能乱 春夏秋冬 这个气候乱了 那就出问题了 地道敏素 生长植物 也要啊 跟这个事实配合 跟这个事实配合 生长万路 人道敏正 人道啊 政治最重要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讲啊 出家人 你就不要去干涉政治啦 这个话呢 对不对呢 这个话是不对的 不要干涉政治呢 佛 就是 规定啊 出家人不去当官的啦 你不要去跟人家竞选啦 但是呢 佛并没有 教我们说 你就不要关心政治啦 那你就不要理会政治啦 那我们问一问 你不关心政治 那你 受不受政治的支配呢 实在讲啊 现在人啊 如果 要受政治的支配啊 那也很好 那问题啊 又不受政治的支配 常常做一些 違法乱纪的事情 違反宪法 違反法律 那就天下大乱啦 所以 什么叫政治 国务孙中山先生讲 管理众人之事叫做 政治 管理大家的事情就叫政治 那我们现在啊 我们 管理一个工厂 管理一个公司 我们出家人啊 你管一个道场 有人就有事 你去管理 就叫政治啦 不一定是当官啦 你就开个小商店啦 你也要管啦 你能不管吗 那怎么管 用什么方法管 这个大家都没有学习啊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每一次台湾选举 你看这些候选人啊 你看这些候选人啊 有没有人读过 情书次要啊 那这个候选的协力啊 都是美国哈佛大学啊 什么英国啊 这个伦敦大学啊 都是外国这个大学的 外国人啊 西洋人啊 这方面啊 不如中国 西洋啊 比中国强的就是科技啦 这些管理学方面啊 真的不如中国 这唐恩比教授讲的啊 那的确是这样的 所以 你抛弃老祖宗的 这种智慧经验 这跟外国人学 你怎么会管得好 那外国人 他们自己都管不好了 而且我们跟他学啊 又学得不像 起码外国人 还比我们守法 比我守法 我们老祖宗的这个理 不要啦 又不守法 那就是不像了 那么 如果没有学老祖宗 这种政治智慧 我们可以很肯定的一句话说 不管什么党 什么人他去执政 肯定做不好 肯定啊 常常做错事 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错在哪里 因为没有这个经典啊 做标准嘛 都凭自己想象的嘛 也没有去吸取啊 我们老祖宗的历史经验嘛 那些都是讲因果啊 这个历朝历代 他的胜衰 从因就可以知道他的结果啦 不要等到结果出现才知道啦 看他现在怎么想的 他说的是什么话 他做的什么事情 他做的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很清楚啦 断定啊 他将来是什么结果啦 这叫因果啦 那现在啊 正在去中国法 就是我们自己老祖宗 中国就是我们老祖宗嘛 老祖宗啊 的东西不要啦 跟外国人写又写不像 那自己又不行啦 那其他的党 也都是不学老祖宗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老祖宗啊 很慈悲 遇到这些不管什么党的 都是送秦书制药 我们国际会议中心啊 来参 我们邀请有来参加的这些 民意代表 这些官员啊 我也是效好我们 敬老祖宗 送秦书制药 送这个给他们 不管什么党 他来了 我们就送给他这个 希望他能够学老祖宗的 现在很严重的就是老文革 然后呢 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中国跟他都没关系 那是不是这样讲啊 是这样讲啊 然后呢 看到这个四书五经 这个圣贤的经典 他就排斥不要 学校通通去掉 让这个子子孙孙啊 没智慧 不认识自己老祖宗的 传统文化 那么 这个问题啊 非常严重 现在呢 如果要讲这个传统文化 文化 没有感觉的 他那个警戒心提不起来的 现在呢 只有讲经济啊 大家比较重视 文化大家不重视 其实啊 文化才是经济的后盾 这个大家不知道 那你老祖宗不要 那你有什么方法来赐敌呢 你赐敌都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每次听到替中国话 我那个心都在淌血 我到日本去 日本都没有再去中国话 台湾在去中国话 这也奇怪到其处啦 这个 实在讲 政府他没有权力 去障碍啊 子子孙孙啊 他认识自己祖宗传统文化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这些景点 你看啊 你现在呢 通通去掉啦 这些经都不读啦 那就是经上讲的 依痴啊 三字经讲的啊 人不邪不知义 义不着不成器 你人啊 不学 你就不知道义理啦 那个义啊 你没有去雕琢 他就不能成一个好的义 那他这种做法 就是让子孙医痴 不认识祖宗 到最后啊 外国不像外国 中国不像中国 我们 人民啊 要清醒啦 这一次的选举啊 也是民主的提升 人民啊 总算啊 被骗久啦 慢慢觉悟啦 骗一次两次 骗第三次 大概大家就知道啊 那不是真的啦 所以我们 要 头脑要很清醒 要理智 不能盲目的 去盲从 不管什么党 我们的标准就是经典嘛 你讲的跟经典相应 我们就接受 跟经典不相应 我们就不采纳 不听你的嘛 这才是正确的 离开经典 你就没有眼睛啦 这个叫人天眼目 你就没有眼睛啦 像虾子一样啦 掉到坑里面去也不知道啊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地藏菩萨 本念经讲啊 地藏菩萨 若遇邪见者说 边地受身报 将来下地狱 还要到边地去受身 这个因果非常麻烦啊 而且自己 邪见没关系 还交子子孙孙 通通邪见 这怎么得了啊 所以嫌疾啊 我一直讲 你现在骂我没关系 因果票 那我们正确的 应该怎么呢 在我们正确的 回归祖宗 任祖归宗 那么认同国家 宪法 认同国号 国旗 在这个前提之下 那两个党 来比较 看谁做得好 比如说地址归 国民党做不好 那我民进党做得比你好啊 那我们当然选民进党 用这个做标准 这才是正确的嘛 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嘛 这样台湾啊 才有前途啊 好 那个 大家 仔细听蔡老师讲 因为我也不会讲 我只是发表我的 心得感想 跟大家分享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 好 我们就 开始来听课 希望大家 他有所收复 我们人啊 佛到老 学到老 好 伦理第一句啊 学耳实习之不欲悦乎 啊 到死了才不用学啊 所以一出生到老死 通通要学 佛到老 学到老 佛到死 学到死 啊 那我们不能够停止 好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到此地 祝大家福慧增长 乏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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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